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大财经 欧洲今天加息 市场现在性了 要知道之前加息的概率仅为20% 而最近几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欧洲正面临持续的通胀 能源价格飙升火上浇油 在最后时刻 欧央行9月加息出现了360度大转弯 今天 欧洲央行将三大利率均上调25基点 为连续第十次加息 主要在融资利率达2001年7月以来的新高 存款机制利率创历史新高 政策声明显示 管委会决心确保通胀及时回落至2%的目标 未来决策将确保关键利率在足够长的时间内 维持足够限制性水平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 最近的通胀下降趋势被中断 但需求放缓为通胀带来了下行风险 因此 未来数月通胀将继续下降 加息本身对于股市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欧洲股市基本上很高兴 因为投行方方表示 更悲观的经济预测 意味着欧洲央行加息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或许是欧洲央行加息周期的结束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加息25个基点 股市也会出现强劲反弹 基本上现在我们处于限制性区域 关键的焦点是利率将保持在现在的水平 直到通胀回到目标水平 摩格达通认为 最新商业调查显示 新订单部分非常疲弱 服务业的新订单在萎缩 制造业的新订单也处于低迷状态 在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欧洲央行可能会在下次会议上暂停加息 如果增长前景继续恶化 暂停将演变为停止 总之在欧洲央行决定将利率上调20个基点 并暗示利率很可能已经见顶之后 市场的焦点现在将转向欧洲央行 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的时间有多长 这次 欧洲央行行长拉教德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根据目前的评估 我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贡献 使通胀及时回到目标水平 正如我所说的 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 即足够的限制性水平和持续时间 很明显 焦点可能会更多的转移到持续时间上 但这并不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怎么说 我们已经达到了利率分支 个人认为 这次市场有些的关过头了 实际情况是 无法说欧洲央行利率已经达到峰值 而且如果下次暂停 或许是经济实在是太糟糕了 不得已而为之 当然欧股都如此 美股当然也趁势涨一波 毕竟这次9月暂停加息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 对于美股而言 今天最重要的数据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人口普查局 公布了8月零售销售数据 数据显示 在汽油价格的强势支撑下 美国8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了0.6% 超出前置的修正值0.5% 也远超市场预期的0.1% 实现了连续第五个月增长 8月份在13个零售类别中 只有三个类别的销售额出现了下降 而服装店和电子产品店的销售额则有所增长 其中加油站销售额环比增长了5.2% 为一年多来的最大增幅 是零售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零售报告还显示 线上零售商在7月份 因Yamshin Prime Day活动而大增之后 8月份的业绩持平 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数字仍然表明消费具有弹性 但是后续悲观情绪浓重 这次8月份的零售销售 是学生贷款偿还 开始拖累消费支出之前的最后一次数据 任何需要从钱包里掏钱的事情 对于消费者来说都会更加困难 而且会从他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中抽走一部分 近期美国消费股表现普遍欠佳 美西百货等美国零售商本周表示 由于消费者面临利率上升 通勤就餐等成本上升的压力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 跳过了非必需品的消费 因此业绩受到了打击 沃尔玛也在其财报中暗示 越来越多的高收入消费者 青睐于选择沃尔玛这类以低价铸城的潮市 今天第二个宏观数据和通胀有关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8月PPI继续超预期上升 核心PPI同比持平预期 报告显示 8月PPI涨幅的很大一部分 是由于最终需求商品价格上涨 而能源贡献了商品价格上涨的大部分涨幅 目前各种指标说明 通胀仍是美国家庭面临的问题 服务通胀在放缓 但是能源价格再度上涨 令美联储抗通胀的努力再遇阻碍 不过从股市的走势来看 似乎投资者基本上对于高预预期的PPI数据不予理睬 就像昨天见到高预预期的CPI数据一样 因为这些意外主要是由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 经济学家表示 能源价格上涨虽然引人注目 但应该是暂时的 拜登可以处理好这个麻烦 然而投资者应该为今年可能再次加息做好准备 前美联储大银派布拉德表示 按照当前的经济和通胀形式 美联储可能不会改变年内还有一次加息的预期 甚至需要进一步上调年底利率预期终止 布拉德表示 错时美联储采取更多行动的不仅仅是通胀 他指出许多政策制定者 对于今年经济活动疲软的预期尚未得到证实 因此他们需要上调增长预测 并表示这些预测的调整可能不会改变官员的货币政策预期 还可能为更多的加息行动打开大门 布拉德自2008年起担任圣卢伊斯联储主席 上个月卸任后出任普渡大学商学院院长 关于美联储在年底前是否需要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 霍尔街正展开激烈的争论 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官员们会取消 维持还是上调6月份做出的预测 上一次更新的点阵图显示 美联储今年将在7月末加息25基点的基础上再次加息 花旗集团目前预计美联储11月加息25基点 花旗表示 略强于预期的通胀数据 可能会让美联储维持2003年年底利率预期终止不变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IPO寒冬之后 今年全球最大IPO芯片巨头ARM今天上市了 作为芯片设计领域的领导者 ARM几乎卡着全球科技巨头的脖子 为了话语权的平衡 ARM的大型科技客户 包括苹果、谷歌、英伟达、三星、英特尔和台积电 均按照IPO价格购买了价值7.35亿美元的股票 此次IPO是投资者对于高风险新股 兴趣的一次考验 对华尔街顶级同行高盛也是一个关键时刻 作为主成销商 ARM成功不仅可能会重振低迷的IPO市场 更可以为高盛及级同行带来更多业务 反之如果出现失误 那就继续给IPO带来含义 并可能成为陷入困境的高盛首席执行官 代为了所罗门的又一个污点 今天开局不错 但接下来 不要看数周内股价能否保持在IPO价格之上 又能实现这一目标才算是成功 基本面来看 ARM是行业基石 在产业链中处于特殊的地位 并拥有独特的商业模式 依靠着许可费加上版税两大路径创收 然而虽然ARM手握架构霸权 但是实际利润并没有那么丰厚 由于智能手机市场的不景气 ARM的业绩表现不佳 稍古书显示 近两年净利润率的提升 主要得益于裁员和重组计划 而且在整个产业链中 最赚钱的还是控制软件生态的芯片公司 他们直接决定了某款芯片 在市场上有多大的竞争力 所以英伟达在芯片中 可以独占90%的收入 而ARM一直都处在中立的位置 价格标准对各大企业开放授权 导致其地位并不特别突出 而且新兴技术不断涌现 比如AI和ML可能采用 不适用于通用CPU的算法 因此在基于ARM价格的芯片中 其处理器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 ARM在AI领域的劣势也很明显 那就是运算能力不够强大 因此ARM似乎处在AI热潮的边缘 想吃到这份红利很难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ARM近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中国市场 并严重依赖ARM中国 但是ARM对ARM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管理权 在ARM中国理事会中也没有控制席位 于是ARM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就必须不断地投入研发出新的架构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进一步的创新将越来越难以实现 成本也是越来越高 开发新产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一般需要五年或者是五年以上 而且不能保证产生预期的成果 可见摆在ARM面前的并不是一条坦途 估计来看 ARM的市销率为18倍左右 而在费城半导体指数成本股中 只有英伟达的市销率高于这一水平 所以我们之前说过可以参与炒作 但是长期来看 其业务增长的速度和幅度 营收和市盈率都很难支撑目前的估值 把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无论是加息还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都让目前的股市走势并不让人安心 市出反常必有妖 摩根大通认为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健康状况 并不需要太担心 未来政府国债的供应量会更大 基于供给关系 实际利率 民意利率都可能会比过去高 未来继续通胀回落到正常的水平 可能美债收益率将高于预期 接下来要小心市场飞出黑天鹅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吸紧盛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您的观看